今年参加文物艺术品展示的 一共是有12家企业 参展面积差不多有2500平方米 整个面积大概是去年的一倍左右 一件文物艺术品如果要参展进国会 他在海外完成了征集以后 坐着航班来到浦东国际机场 然后在我们的仓库里面 会完成参展所必须的 比如海关文旅文物的茶叶和核茶 然后就会在我们的仓库里面 等着把他们以最好的状态 运到这个进国会的展示现场 选择进博会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是因为进博会的吸引力 我们关注到往届四届的进博会 总成交额超过了2700亿美金 这足以证明中国市场的巨大 以及机遇 那进博会是中国对外的 开放的一个符号 那么中国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振兴 其实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选择在进博会上 去实现我们企业的自身价值 我们这次带来了22件 文物级别和艺术品级别的历史珠宝 这个里面的看点非常多 其中有一枚曾经来自于 拿破仑王冠上面的金叶子 拿破仑有一顶重要的黄金月桂冠 但是这顶冠棉已经被毁掉了 今天只有两枚叶子 这个船室 一枚在法国的丰丹白鹿宫 还有一枚就来到了进博会的展厅 在绘画领域 我们带来了印象派的典藏 也有现代艺术的剧作 以及当代艺术中的 先锋几位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幅 是来自美国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代的艺术家 他是抽现表现主义的 一个代表人物 叫马克罗斯科 那这一幅作品也是 苏富比这一次带来 整场当中价值最高 也是最最重要的一幅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